廣州爬堤 今天要找一間網紅餐廳試一試 這間餐廳在我朋友圈裡也拆得很厲害 很多我朋友圈裡的美女都說會跪在這邊拍照 但在我印象中,如果一間餐廳的環境很漂亮 它的出品都很一般 基本上沒有內涵可言 所以我對它不太頗有信心 有人跟我說,不是的,出品都好吃 就在前面,叫清曼餐廳 吃吧! 就是前面的,牛那麼大的招牌 清曼 有一個拍攝點 隨便拍,哪裏都可以 隨便拍都可以 大家來拍一張 隨便拍,他說的來拍一張 開心 吃 開啟 喝 身體隔 剛才發覺最多健康 這道是烏雞 他有很多辣椒 辣椒乾 米椒,花椒 各种东西 没有双种那么辣 而且它能做到村菜的麻辣并重 不是辣椒,是有麻味的 现在还有,很舒服 和我以前吃的口水鸡 有几分相似,但是它不同的是 用了烏鸡 和汁头有点甜味 这个比我在外面吃的口水鸡 可以 再来,这是指包骨 在开的时候会很香 因为它在内用纸包着排骨 和一些葱 和一些香料 一起焗出来的味道是很香的 试试 试试 口感是像叉烧 干,收了水 像叉烧的口感 炸一下 表面的调味和叉烧有几分相似 但是它应该加多了一两样 我未吃到的香料 所以除了一股甜甜的honey 很甜的蜂蜜味 之外呢 其实有一点香料的味道 都可以 这间餐厅 我们来之前 一来讲究竟它是什么餐厅 看名字 我以为是泰国餐厅 看名字 看名字 看名字是泰国餐厅 吃了这个 我以为是村菜餐厅 代表有乳鸡 是港共餐厅 Cost offer 什么都有些 然后试试 也挺贵 28元 不是乳鸡 一定是比手 要快遮瑕 做什么呢 我不是 乳鸡 其实脆 但又不是十分脆 肉 可以的 滑 起码的选材合格 不是隨便找乳鸡 真的是好乳鸡 但是它的滷水 真的不行 吃不出那种香味 好香 尤其是骨头 碎 没有味道 我不推荐 虽然乳鸡是喝酒的好东西 但是这只乳鸡 出品是一般的 但乳鸡 大概28元 这么丁 为什么你又不提我 不记得戴眼镜呢? 这是一个形象 我一个艺术 我一个形象 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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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 我马上就会觉得 其实 他和乳鸡 八道同一个错误 就是说 他去到粤菜这些部分 师傅的处理应都是差一点 其实他这个所谓 是养生黑豆腐 就是那种 神鲜豆腐 外面是酥脆 里面豆腐的嫩滑 去到这一步 师傅也是做得到 但是他调味 做得不行 里面豆腐真的很漂亮 你还可以吃到 豆腐的那种清甜的味道 OK 是有的 但是汁头 不行 味道实在太轻 形成不了反差 你最多都是口感 有点不同 外面酥酥的 脆脆的 里面脆的 但是你不可以说 外面很浓味 里面很清甜 咬下去 混合在一起 那种惊喜 是给不到你 所以我 我大胆一点做一个猜想 就是 这一档的师傅做 应该是串菜师傅 我猜 所以粤菜做得就一样 一样 做得很大 很好的 去到这里 那些饼 买了 要脆备 准备 找一 usual 细备 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